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本期视频这第一手牌 朱利亚在卡套尾用一手A5草花做了200刀的open risk 这直接已经是盖牌到了三B位的SeaQ 圈钩红桃选择了跟住 翻牌236 朱利亚翻后并没有选择连枪 哎呦喂 这姐姐 这怎么总是能卡到顺子 我的妈呀 这有毒吧 朱利亚转牌凭借手中的一张五拿到了顺子 可惜转牌再打怕是很难拿到价值了呀 翻牌面应该选择持续开枪的 继续来看这手牌 尼卡斯汀A根不同色 庄位加注到了220 Frankey一手27啊 27翻前打800亏吗 不亏啊 只要这800刀的下注能奏效 每个人给100的话 那也是800刀了 不过Austin还是call了下来 而这个翻牌面直接给27判了死刑 27小开一枪 妄图在这四两拨千斤呢 不过Austin毕竟拿着顶盾啊 这不可能放弃 而且还是一手卡10的顺子听牌 翻牌面 200刀被跟下来 转牌 放弃吧 这牌面对手可是一个秒扣啊 好 那Frankey最终27是认输了 转牌直接过牌 作为职业牌手的Frankey 知道什么样的牌面啊 能偷什么样的牌面啊 自己他偷不了 Nick转牌 反手拿价值 Frankey盖牌 27这种规则就是很坑啊 一旦你被套进去了 就会面对对手的强牌 连续发起猛攻 从而惨败 继续往下看 Sashimi的OpenRace 勾起红桃Race到140 FrankeyK勾三败到了600 Sashimi面带微笑 似乎完全不怂啊 哇 ReRace 真的吗 Sashimi拿着勾起啊 再推回来 这手牌的时机选择非常的不错 Nikosting A8盖牌 SIA的K6当然跟不动啊 哇 Sashimi这个四败整整两千 给Frankey在翻前啊 拘掉了 有没有感觉Sashimi打牌非常的刚猛啊 动作也是大开大合呀 倒是很有大家风范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来自中国的美女SIA A10红桃Race到了200 卡塔位的DGF 70都要去call吗 哎呦 这么烂的牌 打个什么劲啊 这翻后要是看一张10啊 这不死透了 翻牌还好 三三圈 两人都没能够中牌 两张方块的牌面 SIA选择继续进攻 这一枪打得很轻啊 DGF几乎没做考虑啊 70都跟了下来 哎呀 我说什么了 转牌追到10了吧 唧唧了 不过还好啊 这张10是转牌掉出来的 那么翻牌面的一张圈啊 说不定还能给DGF敲个警钟 省点钱 转牌SIA选择过牌 他在装自己 miss了这个牌面 果然啊 这手过牌 给了DGF错误的信号 DGF下注300 SIA开心的call下来 心说你要有圈 我就认了 哎呀 但是这张合牌 一张A SIA拿到A10两对 不过考虑到合牌 是第三张方块啊 他担心DGF啊 在转牌 是拿着方块牌 做semi bluff 所以合牌 即便中A SIA也没有打 而当DGF问 SIA为什么不下注的时候 SIA说 我只看到了一张10啊 意思他说 他根本就没发现 自己合牌中A 这么说谁信呢 继续来往下看 炸弹哥K钩红桃 加注到200 朱利亚A10三败 到了700 而大猛卫的SIA 拿到了27 感觉这张牌桌上27啊 比一手口袋S啊 还难盖掉啊 SIA直接推出了2000 他的诡计能够得逞吗 朱利亚 哦 这个女人扛了下来 他为牌桌上的 所有人的幸福啊 而把这一手牌啊 接了下来啊 来看翻牌 哎呀 245 这种牌面 那Sashimi啊 可以开开心心的进攻了 要是这翻牌面 是那种什么 有A有K有圈的牌面啊 这27啊 就很难玩啊 但是245 Sashimi开枪 朱利亚肯定是扛不住的 更别说 Sashimi直接是推出了OIN 这个日本女人啊 真是凶残啊 Nik说我给你100了 Sashimi说没看见 Nik说查监控去吧 接着来看牌 DJF终于拿到一手大牌啊 KK翻前只加注到了120 翻前的Open做的有点小啊 他可能再等一个三败 翻牌29勾两张红桃 Sashimi拿到了一个中队啊 DJF只做了半池的下注 Sashimi跟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Oh no 这张转牌啊 又给老倒霉蛋DJF发死了 转牌Sashimi过牌 但是DJF转牌竟然没有打 这你敢信 他看来也在担心 Sashimi用一张9来做的跟注啊 最终合牌一张方块8 CR正常打价值 800刀底持啊 下注500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DJF继续选择了跟注 翻前Open做的太小的代价呀 好 接着来往下看 DJF的A钩并没有加注 Rosie口袋3也选择了跟注 装卫的Sashimi 反正看牌便宜啊 大家一起玩 CR也扣下来 Frankie口袋8 3B位直接check 5个人的底持 翻牌三四十 Rosie第一次进持啊 就中赛了 而Sashimi有一张十 这手牌Sashimi啊 可能得输点钱了 Rosie翻牌面啊 下注八十 很标准的三分之一 Po Sashimi为了保护自己的顶队 直接是Race到了300 他这个加注略微有点激进啊 毕竟四个对手 但是毕竟翻前没人加注 那么打一枪也是可以的 DJF这只有一手后门的铜花听牌啊 但他还是扣了下来 300刀撒撒随了 Rosie看到一个加注和一个跟注啊 心里乐开了花 这张转牌 我的妈呀 感觉像在写小说啊 这张方块石给DJF发成了后门的A花听牌 Sashimi也拿到了三条 而Rosie呢 直接变成了葫芦 面对两个对手 DJF动了 1100的底池下注600 他希望没人有10 那么自己这个下注啊 就有奏效的可能 但是 Rosie选择了跟注 拿着葫芦是一点都不着急啊 而Sashimi呢 一颗调皮的筹码从手里啊 溜到了桌子上 这要是在锦标赛里 这个动作会被视为跟注的哟 当然啊 这手牌Sashimi三条石 顶三条 这怎么盖得掉呢 底持2350刀 Rosie后手4200 Sashimi不知道是不是在考虑啊 自己转牌是否应该推出来 这手牌Sashimi倒是有的翻就是很难啊 哇哦 他盖掉了三条石啊 哇 非常漂亮的盖牌 可能也是考虑到Rosie今晚上第一次入池啊 面对两人的狂轰乱炸 毫不胆怯 他觉得Rosie可能真的是拿到了一手大牌 Sashimi这个操作呀 我不得不点赞了呀 核牌一张草花 DJF虽然没买到花 但是他拿到了摊牌价值 于是他选择了过牌 看看Rosie要怎么来剥削这个倒霉蛋 500一千 其实Rosie全程的跟住啊 行云流水啊 那么感觉牌力确实不会比一张十差 Sashimi都盖得掉啊 DJF啊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选择盖牌的 好厚的一轮100啊 500一千 一千五 两千块 整整一个满池的下注 想装成一手bluff 骗DJF上钩来抓 这DJF应该不会上当吧 感觉Rosie在盒牌打个什么600啊 DJF有可能会去抠的 满池算了吧 这手牌DJF和Sashimi 全部都做出了正确的操作 最终这个超级圆件面的葫芦啊 拿到了1400刀的价值 两个对手实在是太狡猾了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呢 就先告一段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 我讨论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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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论很快